吴迪娜 米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关心 驴潭是花莲热门的风景区 常年来附近生活 污水是直接排入潭内造成优氧化 早年曾经做过节流和人工湿地进化的工程 但是人工湿地进化赶不上制造出来的污水速度 那么污水系统已经受损 交通部观光局花东重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计划将进行污水截流及升级污水厂 预计骑成大约三年才能完工 旅潭周边商圈和住户的生活污水 早年并未直接接管排放 也未经妥善的处理 而是直接流入潭中 过去曾经发生枯水期 潭中央长出红枣 众管处曾经委托东华大学进行研究 并提出改善的方式 跟台北比起来是好很多 我们上次刚去游那个大稻层 真的接近那个海边的地方 水是很干净的 一直往大稻层的时候 那个水突然浊了 然后又变臭了 连续四年透过东华大学研究 协助测量水质结果 虽然发现水质并未有优氧化 但是湿地的进化功能 也因为人类的活动 造成污染量大到湿地无法附和 目前众管处已决定 进行污水截流 以及设置污水处理厂 近期未优化前期相关的污水处理系统 经整体检讨已完成规划 并以至去年开始来执行 我们预计在三年内内来完成改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建设 因为旅潭的水 大家都仰爱这个水在生存 因为环境 刚好有我们这个天然的湖泊 如果水脏了游客就不会来 驴潭为天然的验射湖 纯净的自然景观 成为花冬重要的油气景点 重管处为维护水质 而近期为优化污水处理系统 111年开始执行 把所有的污水截流 引到潭南污水处理厂处理过后 经过人工失地的再放流 希望能够改善潭内的水质 并且预计 骑程约三年的宫崎能够完工 记者林杰 收风箱采访报导